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聊聊一个丹东老人的呐喊 这个丹东老人主要呐喊什么内容呢 就是说丹东封城的这种疫情的管控政策 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不变 说家里头老人都已经活不接去了 这个视频是我在抖音上看到的 这个老人姓宋 他说把我这个视频把我这段讲话发到网上去 让其他的人都看一看 让其他的国人同胞都看一看 他主要呐喊了什么呢 就是他面对一排警车进行呐喊 当然了当局不会有人给他予以回应的 只要他不走过去 他不突破这个封锁线就完事了 突破封锁线就立马就就地就给他控制住 所以这个老人他也不敢突破那个封锁线 也就是呐喊呐喊叫个两声 他这个就跟海外的那些所谓的 反共的自媒体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怎么说呢 没有任何的一个 没有任何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意义 我说句实话 没有任何性的一个实质的意义 我认为中国人不可能靠呐喊 说翻盘也好 或者是说改变现有的一个制度也好 不可能的 那这个是我非常悲观的一种看法 那这个和这个国家的人的一个国民性有关 所以我认为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国民性 你包括我看了这个前苏联啊 现在的俄罗斯 他的国民的一个国民性 包括中国人的国民性 包括北朝鲜人 北朝鲜人咱们了解不多啊 所以说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老人说把我的视频发到网上去看一看 我就这么说啊 其他省市的人看完了以后 只能说给予他报以同情 也就是这样 完了之后呢 就会像这个 如果有做自媒体的 在海外做自媒体的这种 这种人呢 再发一个素材 就就可以了 就说中国又活不也去了 又怎么样 就完事了 当然我这个素材也取 就是我这其的素材 也取 也取材于这个老人的一个呐喊 但是我并不想说 把所有的罪责都怪在当局的一个头上 没有意思 又开始说当局让老百姓活不了了 不让老百姓活了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 我并不是说做这种反共的一个自媒体 我不反 我就是凭说这个事件 把这个事件原本的还原出来 就可以了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 可反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老人就是说 说你看啊 丹东这个样子 说你这个市长啊 他把那个市长的名字说出来了 我记不清 不记不清那个市长叫什么姓名啊 就说那个市长名 我还说我这个市里领导 你看哥在地面待了这么多年 这丹东还是这个鬼样子 他有什么政绩啊 这丹东人民的生活好了吗 再有一个 说丹东但凡学姐好点的孩子 都不回丹东了 谁回这个鬼地方啊 哎呀 这个就跟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 我说就是中国的这块土地啊 说咱们但凡有点能力润出去 那谁会在这待着呢 是吧 一个道理的 那这个老人说完这句话之后啊 就是把所有的罪子了 都推到这个市委属机的一个头上了 那这个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人才不回来很正常 那回过头来又给讲一讲丹东 这个地方啊 丹东在东北 是来归辽宁管辖的 所以说对东北三省 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对于东北三省来讲啊 我以前也说过啊 就是说过 就是你看啊 你看人家加拿大也冷 东北这些领导 我一般爱说什么话呢 说东北冷 完了冬天不能够大兴土木 不能够盖房子 所以说经济发展不起来 所以我说那人家这个 我说人家那个加拿大也冷啊 是吧 人家日本也冷啊 也有冬天啊 我说人家怎么经济发展起来的 这东北这些领导干部 一般不都爱发表这种言论嘛 说这经济为什么不好 所以先到一半 我认为啊 可能跟东北的这块土地 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东北这片土地吧 它属于说农业 农业来讲吧 一般人他就是比较顾不自封 你看一个人他有一块填土 他就不会想办法说 去跟外界进行交流 他不会有这种打开思想的一个意思 世界上所有的一个 所有的这些发达国家 大多都是海上文明的一个国家 因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通商 他需要贸易 他需要跟外界去接触 那按照经济学的基本的一个原理啊 就是一个国家如果不去通商 如果不去跟外界进行交流的话 他这个经济就很难得到发展 但这个如果用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来讲 叫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最大化 就是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获得的利益 是最大化的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每一个国家他都有自己的优势的一个生产产品 或者是弱势的一个生产产品 哪怕自己生产的具有 所有的产品都是具有优势的 但是在优势的当中也有生产效率最高的 和生产效率相对来讲 不是那么高的 所以说这些生产的一个分工 就可以让这个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最大化 那这种生产的一个分工遍布全球的话 那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所以说为什么要通商 为什么要贸易 就是在这里 那你看现在当局 当局也没有说封闭这种进口食品 或者是进口产品的一个流入 因为他也知道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这个经济就会垮掉 当然他防控疫情 他有政治的一个宣传 或者是一种政治运动的夹杂在里面 他涉及政治 他就是非理性 对吧 涉及政治的东西都是非理性的 这个东西就可能像宗教一样 宗教也是非理性的 那可能有一些宗教的伙伴啊 像这比如说信基督教信仰的 特别虔诚的 说我们这是科学的一个信仰 我说什么东西你牵扯到宗教 牵扯到什么什么主义 他都不是说 你能够通过常理去解决的 就属于说传统的那种科学 比如说咱们做一个实验 能够得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你比如说耶稣复活他人 你相信他能够复活他人 这个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判断嘛 说人死了还能够复活 对吧 这完全就是凭信心嘛 在这个东西你说它是多么多么理性的 他不可以再造的这种实验 你只能说当当时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 让几个人复活 以此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孩子 但是在今天你看来 你再也见不到这种行神迹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你说的科学 你说的他都是非理性 你包括对于圣经的一个解读 圣经里头确实是有逻辑错误的 你包括四福音书 每一个人写他其中之间的一个印证 都是有一定有一些瑕疵的 对吧 但是为什么还能够把这个解释同 那叫以经解经嘛 你通过圣经的话语去解释这个圣经 那这个东西就跟当年的那个红卫兵 拿的那个红宝书是一样的 所以说以经解经的这个事情 它都是非科学的 或者是说非理性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些非理性的东西也是有意义的 或者是也是有存在意义的 包括红卫兵的红宝书也是有存在意义的 因为它适合中国国民的一个思想 包括圣经 它也适合人类的一个思想 因为有一些东西 它是用科学也难以解决的 但是圣经或者是说这种宗教 你包括红宝书也给予你 给予人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那么回过头来接着说单种的一个问题 你看单种 单种它作为这个东北 东北三省的一部分 它经济的一个不好 跟它的市长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这个东西我想它跟咱们当年的 这种农业社会的一个发展 包括跟这个国民的国民性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各地方的地区的一个领导 其实也是从咱们这种 普通的民众当中产生的 你像现在吧 一般都是比如说你 你考试进入到公务员的一个系统 包括当年的那些 虽然不是说公务员考试进入的系统 但大多数它都是当地人 它都具有当地人的一个思维 都具有当地人的一个思维 它这种思维是非常固化的 你包括现在辽宁省的省长 或者是说沈阳市的市长 我记得前不久好像也来了一个说曾经执掌过深圳的一个市长 调到了这个辽宁省来当这个地区的一个一把手 那难道辽宁的经济就发展了吗 辽宁的经济就腾飞了呢吗 换一个领导人就改朝换代了吗 显然没有 所以说我不基于任何的一个什么领导人的一个更换 或者是说怎么样 我就在想就单东我就回答这个老人啊 就单东这个思维班或者是说这个 他们相关的一些领导 你把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你整来 把他的那套领导班给你整来 到丹东的这片土地去统领丹东的这个人民 也是不好使的 巧妇还难为无名之垂呢 因为东北人压根他就没有这种什么经商的一个意思 或者是说这种信仰 他自古以来他也不是说一块特别 就是发展特别开化的土地 我认为东北他是有资源的 你比如说这什么东北有三宝啊 什么人参路荣什么喝哈的草什么玩意儿 这宝那宝的不管什么玩意儿 对吧 有人参的有这个那的 他还是仅仅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他还是依靠这种本土的一个产业去发展 像这种依靠本土的就是固有的一种天然的一个资源 去发展的一种模式 他通常来讲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作为 你像日本 他没有这种天然的一个资源 他才会去寻求自己的一个创造 是吧 包括他的一个签略 跟他这种国家的一个地理环境 也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的 所以说他会去试图寻求外界的一个资源 或者是说试图去革新 所以日本虽然他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你看他人家今天发展的好 这可能也是一种自知死地而后生的一种做法 当然有一些国家可能自知死地后生就真的死掉了 但是日本还是会有这种动力 或者是说有这种愿望去跟外界接触的 所以你看跟外界接触的这个国家 相对来讲他能够改变这种意识的 他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他的经济也会好 而且他的国家是发展的一个水平 相对来讲也能够比较高 因为他必须跟外界接触 你不能像中国 就像东北这种 中国本身这个国家就愿意顾步自封 我什么地大物博 他一整就飘了 觉得我自己是天下最牛的一个国家 所以有这种想法的国家 他不可能腾飞 就是这样 他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的话 那他永远就是个弟弟 谁真正的老大 谁天天说我是老大 对吧 他不可以有一帮小弟围着他 他才是老大 光耳势令一个 哪个国家都不承认你是老大 那跟个傻叉似的 所以说像这种具有什么中国梦啊 或者天天愿意做梦的国家 他基本上他非常的弱小 他自己的内心非常的雷若啊 那接着回到丹宗这个问题 那丹宗这个老人 所说的这些东西 我看他的年纪应该有六十岁以上的一个样子啊 就六十岁往上 就这么大色素的人 还试图通过这种网络的一个宣传 或者是说 就是说 去抱怨自己的四领导 来试图解决丹宗 经济不好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是非常的 我觉得是认识不清 有些人呢 可能活到九十岁也是白虎 我认为 这个喊话的老人 他对于经济的一个看法 或者是说 他的一些观点啊 就仅仅满足了 社会的那种 对于经济来讲 并不甚了解的人 或者是说 有事就愿意怪政府的人的一些 一些想法 比较合这个 一般民众的一个口味 民众是什么呢 就看到 看到这些事情吧 发生了一些 包括腐败也好 或者是地方经济也好 他都不找自身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民众确实是 他不怎么愿意 找自身的一个原因 他老愿意说 这个社会 多么多么的不公 这个社会 多么多么的不好 领导啊 是多么多么的残暴 一般都会把 所有的问题 最推给这个当权者 就我个人来看啊 所有的问题 并不是当权者的一个问题 当权者有一定呢 他自己的一个问题 但主要还是 中国人民的一个问题 中国人民的问题 中国人民的问题 我也解决不了 所以说 我选择了逃避 比如说去海外 这是一种逃避 我看BBC说什么 说逃避 有的 就是BBC有件报道吗 说逃避啊 也不是说 就是说 对 说移民不是一种逃避 说论出去 不是一种逃避 只是说 对现实的一个无奈 就说那些 这BBC 我不知道为啥 写这种报道啊 他是当然 他是引述一个 一个人的 一个一段话啊 那这个可能代表 这个人的一家之言 但是他报道出来了 我认为啊 这个 说这句话的人 其实没什么 太大的一个意思 其实走了 就是逃避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相当于什么呢 就比如说老师给你留一道题 你解不出来 我不解了 我走了 我不考了 这个事我不考了 也就是这样 就是一种逃避 是一种无奈的知识 就是面对中国人的一个问题 我也是非常无能为力的 所以说 我就撩了 我就跑了 所以这就是这样啊 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的一个软弱 或者是说人的一个无能 没有办法的一个问题 我不试图去启发中国人开启明智 因为我认为他是铁板一块 他永远也开启不了 也开启不了 有这种开启基因的人 我认为 其实你不用去启发他 他慢慢慢慢 他也能够 就是转环 这个为什么呢 这是我拿我自身为力啊 因为我自始至终 就是不是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 哪怕我不了解外网的相关的一些讯息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 我也是 我也是面对他人的一个疾苦啊 是有同情心的人 不是说麻木的那种人 就是这样 我也是有这种 就是在 其实你在墙内 你就能够在内心上相对来讲 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 只有这样的人 他才能够面对一些历史的一个真相 或者是说面对墙外的一个自由的世界 他有所感触 他有所触动 所以说墙内的人 就是没有正义感的人 我认为在中国 他是形成了一种气候的 就人人寻求这种自保 当然了自保 他也是一种这个人性的一个死 我并没有说 想过多的去说这个事情 那丹东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样子 东北的问题也就是这个样子 他未来的经济 也会越来越不好的 世界的其他的这些发达国家 面对这种老少边穷的一个地区 或者是说这种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他不会去搞说 都成为这种超级大的一个城市 你比如说北上广深 你包括以前薄熙来也说过 说不可能中国有那么多的大哥哥 就比如说经济的大哥哥 像是说像什么北京上海广东 不会有这么多的经济的强大的一个城市 或者是说经济非常富裕的大省 所以这个薄熙来都这么说 我认为薄熙来这个说是对的 完了薄熙来说 我就做一个非常好的沙海的一个城市 我把大连打造的相对好一点就可以了 我不试图说让大连区跟深圳比 大连区跟北京上海比 你看薄熙来还是满物实的一个领导干嘛 他后来被打倒了 那是他被欺惨的问题 那是政治的一个问题 那咱们就说他当年说的这段话 其实他是具有 就薄熙来说的这句话 就这个丹东的这个老人 发出的这个呐喊 他都认识不到 所以说当局的这些官员 还是比普通民众具有高瞻援助的 已经吃不见了 所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具有一定的自身素质 你包括咱们现在的最高的领导人 他也是有自己的自身的一个素质的 你要说他只会吃饱子 我觉得这是这个人的思想的一个狭隘 是吧 或者是说目光的一个短浅 那在这里 在我这个视频快到尾上了 再举一个小例子 大家可以放眼一下中国 中国经济发展好的 我相信广东没有人会说什么 没有什么人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意见 包括在改革开放之初 那为什么邓小平就要在这个深圳的那个愚蠢那个地方 是吧 深圳原来不是愚蠢吗 画了一个圈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要选广东省的这个深圳的地方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他就有发展起来的一个基因 可能当年这个深圳 他是一个 就这个大蚊子 他是一个愚蠢 他不行 但广东不能说不行 你广东自古以来 他就没有说跟外界失去联系 你只要通商 广东这边就是一把好手 就广东省这边 它是一个沿海城市 它自来自来 它就跟外界通商 所以说就就证明什么 他这个地方没有跟外界断绝过 没有过断绝过 没有断绝过通商和交流的这个城市和省份 他这个经济 他就不可能不好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 你比如说一般 一般出什么经济大案 或者什么事 你像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府外广东那边是最严重的 当局也是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的 当年邓小平也是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广东这边人特别会变通 你比如说当年 搞这个计划经济的时候 深圳这边不先行的吗 先行的时候 但是那前还是比较左的 刚改革开放之处 还是要搞这个计划经济 就说什么 特别大的一个企业 它定了一个标准 你比如说这个企业 它市值 现在叫市值 我就打一个比分 当时具体的数据我忘了 我记不大清 你比如说 现在就比如说像独角兽企业 归国有管 市值10亿美元以上 独角兽企业归国有 当年也有这么样的一个标准 但一归国有管了 就废了 计划经济了 那这个企业就归国有了 那不行 那搞活不了经济了 你看广东那边就会有一个政策 他们那边那个省委领导 包括当地的干部 他不管他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 满足自己的一个私欲 腰包鼓起来也好 还是怎么样 还是真的为了发展经济也好 当然广东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那边贪官比较多 这个是正常的 这是非常正 大家不要理解这贪官都是坏人 贪官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也当过好人 是吧 也当过这种润滑剂 那贪官的那些钱是 干什么用的 就是经济的一个自由度的一个熟买嘛 完了之后 他怎么 广东深圳这边干部是怎么干的呢 我给你的企业进行拆分 对吧 你本来是一块地 我给你办两张营业执照 我给你办两个 两个这个手续 你直接一下不就变武艺了吗 就不规管了 就不是独角兽企业了 其实他是一家企业 他就这么干 对吧 就这么干 所以说自古以来 广东深圳这边 就广东这边 他就有这种突破传统 或打破常规的一种做法 这边人敢干 包括他的民众也是 你不让他做生意 你不让他经商 他自己都受不了 那祖传的小买买 干点这干点那 都有点手艺 所以这边人 他有经济的一个头脑 他不是说天天靠种地 他天天靠种地 天天靠挖煤挖矿 什么人生入荣哈喽草 那不靠整这玩意 所以他那边有经商的一个意思 我该种地种地 我该经商经商 我该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这边相对来讲 经济就比较活跃 你东北会干什么 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小姐都不搁中北大姐 对吧 为什么说东北的小姐 都往那个深圳跑 管市服务 对吧 东莞 这边是什么 或者北京天上人间 为什么 能挣到钱吗 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往那跑啊 不还是哪个地方 那搁东北大姐就得了呗 不还是哪个地方的经济好 都往哪去吗 我看有一些就是埋在东北人的一些说法说 所以你看啊 东莞的地方都是东北的这个牛 那东北的牛 因为个儿高嘛 长得好看嘛 说比较好看 所以说能去那边提供管市服务也好 或者是说去那边获得一个相对很好的一个报酬 其实这个是不正常的 不是不正确的 东北当然有东北的一个特色 就是东北的人的一个长相 但关键他那边管市服务 他为什么往那边去 他能形成这种产业 包括天上人间 就北京 咱们就是说香港的蓝桂坊 是吧 不有人说香港蓝桂坊 门口都有那种比较妖艳的一个女人 是吧 范是这种红灯区 范是这种 什么像蓝桂坊 这种有这个什么夜总会 这种相对来讲 比较 就是就是比如酒吧呀 是吧 相对来讲 就提供这种特殊服务的地方 他通常来讲都在经济好的地方 或者是经济好的一个省份 他不会在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 为什么 没有人嘛 对吧 你说蓝桂坊的那些姐妹 你说来东北 他能卖上家里面 他卖不上 他扯 你妈 他哪有人呢 他只有在那个香港的蓝桂坊 那个地方 他才好死 是吧 他才能获得自己这个应有的一个价码 那包括东莞也是 包括天上人间也是 所有的这些一系列的一个问题 都跟经济有关系 所以就仅仅就是这 就是你看 就这包括 你看这种特殊服务 他都得去 把沿海地方 或者是说去那种 这个相对来讲 政治比较 就是这个经济比较好的地方 所以这种 这种方式 就是这种 这种情况的一个产生 也就可以看出来 东北注定是要失败的 因为什么 因为在发达国家 你包括日本啊 它也不是所有的城市 都是这种 像东京这种 它也是分这种 这个什么 一线 二线 三线 就是也是分三六九段 你就比如说 以前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纪录片 叫韩内活着 他们当时啊 为了韩内活着里头 有一个那个丁尚标嘛 他当年去出走日本 他去一个地方叫什么 叫做阿韩丁 阿韩丁当时就是 为什么要有这个 语言的一个 就是学校啊 是为了拉动当地的一个经济 他要把那个经济搞活嘛 他也试图挣扎了一下 但那个阿韩丁啊 挣扎了一下 一点又没有 就来的这些学生啊 他压根也 在当地都找不着打工的一个地方 再一个 他那个地方 就是经济的一个老少变成地区 所以这些人去了 当年借一屁股外债去了 他要打工 他要挣钱呢 你管他打黑工打啥工呢 他要挣钱呢 所以说没有办法就出走了 就去东京去打黑工去了 所以日本他已经也证实了啊 就不是说所有的地方 都能够搞这种 什么经济的一个腾飞 说把所有的地方都搞成 像东京啊 或者像大阪啊 像这种超级大的一个城市 你比如说像横比 所以这个 这横比也不错嘛 这听说是类似于像中国深圳一样啊 所以说像这种 相对来讲比较富裕的地区 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够打造的 他也得有自己的一个区位优势啊 或者是说他给沿海啊 有自己的一个传统啊 经商的传统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东西 所以就通过这一点来讲 也可以看出 东北未来必须是死掉的 而且绝对会死掉的 而且中国现在进入这种老龄化的一个社会 没有年轻人 那你想二三线城市都没有人的 他可能好吗 不可能好 那这个就是我对 我回答这个老人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是这个老人 我压根不会说什么怨市长 怨这怨那 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个意义 这个就跟海外的那些所谓的民运组织 或者是说什么怨这个当局 怎么不作为 怨这那 一边去拉倒 一边去拉倒 他那怎么管理啊 像印度管理嘛 印度管理的好吗 是吧 印度是民主 像他学习吗 你像欧美发达国家可以学习 但你得有欧美发达国家人的思想 印度你看 印度为什么民主搞得不好 他印度他那个语言首先不通 上层精英阶级都说英语 完了底层呢 说印度语 所以这种根本就是有文化差异的 这两拧着在玩的 他搞不好这个东西 包括中国也是啊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我就做到这里了 咱们就下期再见 所以说像这种视频 在中国有市场 就这种惊人病视频啊 就是一整个就怪政府 骂政府的这种视频 从来他不找老百姓 自己自身的一个原因 说我活不了了 我会怎么怎么地了 我这个地方怎么怎么地了 是吧 你这个政策不对 是吧 政策是不对 但是你又能够做什么呢 你能够改变他这种方程的一个做法吗 谁会 谁能改变 谁能够改变中国的 所有的这种 政治的意识形态 包括这种做法 拉倒 一边去啊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